快乐 美丽健康 耶 这样 懂吗 好 我再讲一次 就是公祝师尊 出家快乐 广度人天 公祝师母 生日快乐 美丽健康 耶 这样 好不好 一个是出家快乐 一个是生日快乐 这样应该很好记 因为师尊出家是为了广度人天 那师母生日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师母还是很健康 美丽健康 健康很重要 好 到时候再请大家配合 这个是在唱完生日快乐歌 切完蛋糕的时候 我们要很开心的感恩师尊 请大家能够配合 谢谢 感恩师尊 我想要先订阅 一边键 我们要联系 感恩师尊 说 我今天有联系 感恩师尊 就像我们的整个人 我们要联系 我们要联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今天长寿三尊护魔法会的灌顶 包括长寿佛本尊法 佛顶尊圣佛母不共大法 不共大法里面就包含了尊圣佛母心真言 第三个是白肚母本尊法 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同门可以修白肚母的健康长寿法 那下礼拜三月三十一号 我们会提前做清明超度 如果这个大家担心之前有报名 这个祖先有报名叉叉法会的 这个很建议大家可以帮祖先做这个主旗的超度 那净土三尊的灌顶也包括阿弥陀佛本尊法 观世音菩萨本尊法 大士智菩萨本尊法 香华三昧法 嘉陵平家法 那有同门问说 这个有没有包括四倍观音的焉供法 这个还要再请示师尊 下个礼拜再回答大家 但是还是要记住 这个脸书上有同门问很多问题 焉供法要注意 你是供自己的冤亲债主 跟你的祖先而已 请你不要随便乱供 免得吸引一堆 一天到晚在你家门口等你 只针对自己的冤亲债主 跟祖先 不包括其他 所以你意念 不要乱去招请跟社招 还有这个有一些分堂 好像有香港的 有提在法会的时候 烧这个什么叫做烧衣包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里面应该是有衣服 金纸跟莲花 还是建议 以自己的祖先跟冤亲债主为主 你能够把我们欠这个冤亲债主的 能够还清 将来等到你真的很有成就 有大能的时候 那我们再结这个善缘 不然你自己本身 没有足够的守护力之前 先以自己的祖先 跟冤亲债主为主 当你能够心中有光明 能够确实守护自己的时候 会建议 那个时候再跟其他的 这个 有缘重灵结缘 好吗 听懂意思吗 请大家注意 先以自己的祖先跟冤亲债主 为主 先能够得度 好 那事实上其实在我们法会的回向当中 有些人会问说 那不是要发菩提心 这个要 度六道众生吗 其实我们在回向里面 已经有了 好 就 以这个回向为主就可以 那因为有些同门的守护力不够 怕大家会 招请到 比较不善的 临重 可能会伤害到 伤害到大家 所以 焉供法 跟其他的施食 超度 都先以自己的祖先 还有冤亲债主 为主 那下礼拜就是雷藏四会提前 做清明超度的大法会 以净土三尊 为法会的主尊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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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ét 那去 请 我 describ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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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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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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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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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